好好喝 它是這樣子一套的 Oh my god 我要買這個 現在在上傳我的影片 晚上就發布啦 我現在呢 就要出去 pick up 我的拍攝的衣服 因為後天呢 我就有一個拍攝 然後那個拍攝呢 它的主題其實是 法式的 就是法式的一個team 所以在前期呢 我就要去準備一些拍攝的衣服 再去買一些那個拍攝需要到的 paisery 然後晚上呢 我就要趕回來 upload我的影片 OK 我們出發吧 然後我找到這個拍攝 了嗎 誰呢 早送來 不可能 還有空 在這裡 för 好漂亮的老闆娘 现在MCO很惨哦 不要紧不要紧 这些朋友在等着大家 这个好可爱的Scrunchie 这一件就是我们这一次主题想要租的 的小碰碰裙 然后这边有深紫色 浅紫色 白色 还有粉色 这家好漂亮 好美啊 真的很好看 好漂亮 我已经pick up好我的衣服了 飞机 无意间发现了一家韩国店 就在这个墨下面看到这一家韩国店 就是那种很正宗的韩国店 而且这边卖很多韩国的商品 然后哇 好多东西啊 这一家呢是Honey Butter Chiefs 是韩国很出名的零食 我都不敢买 因为就吃了真的很上瘾 不能停下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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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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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韩国的冷藏食品 这边有卖这个凉拌面 我的天啊 我要买这个了 这个好像是没有拉丝的 然后 这一个这样子看是有拉丝的 是吗 这个 可以买一个这个自己腌制牛肉 它这边有分 这个是for pork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for beef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 可以marinate牛肉的酱料 这个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不是应该拿这个呢 好多啊 好多啊 是 可以吗 这个 味道 好多啊 然后 您不愿意 有什么 很久的 有什么 不是,要知道,要不要再加密碎 但要是很缺乏的 要是要加密碎 要加密碎 要加密碎 也要加密碎 要加密碎 要加密碎 它很容易 它很确实 要加密碎 除了加密碎 拆一下首先 现在外面下雨了 然后我现在要吃一下我的午餐 等下要再去pick up另外一套衣服 然后有一个短短跟production的short meeting 之后呢就 呃 等下就要edit一下thumbnail 就选一些照片for我的今晚的thumbnail 然后就回家 我感觉我好像去了韩国一趟这样子 就无意间看到一间很正宗的韩国超市 我买了一个toboke 然后一个gimbab 他没有给我筷子哦 他没有给到我筷子诶 没有关系 我的车好像 可是我很饿了 这个要怎样吃 我的车有准备手套 就是之前 耶 幸好一个 这个是我之前去韩国旅行的时候 就是狂喝的banana meal 早上起床我一去到潮湿 第一个就是买它 好好喝 真的很好喝 可是很甜的 很香耶 我的gimbab 没有筷子 没有筷子 没有关系 我的手套 哇 哇 很好吃啊 超好吃的 好新鲜啊 里面有虾 ave子 它们有苛 有苦猩 有鸡 有 gin 有 mayonnaise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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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尝一下 它的 cop 好新鲜哦 有点辣 之后开始拍戏 就不能这样子吃了 很享受现在的时光 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之后拍戏就不能这样子吃了 吃多最后一个 so yummy 先简单的拆一下包裹 我就要去冲凉了 给大家看最近最近买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的Figa锅 这个是小的 18cm 就我之前没有买18cm 是因为我觉得不一定会用到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煎东西不是煎很多 so我就买一个小的 这个是拿来做Omalade的 很可爱耶 睡衣 很香耶 他妈好像喷香水 哇很美耶 这睡衣 格子的睡衣 它是这样子一套的 这个好可爱 这个是小熊褲 很可爱耶 哇好重喔 给大家看 我现在打开了这个Dyson的吸唇机 然后它有这个是 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对它没有什么研究 但是可以给你们看它里面有什么配件 这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engine来的 就是那个吸尘机的engine 好像水枪 水枪 然后 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plug 它会有different的attachment 你会逗吗 你会逗吗 我逗一下勒 等一下我要去冲了 我捏捏了 what is this for 家里就是需要一个男人 家里就是需要一个男人 他说的真男人 他说的真男人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哇 我看它 它是C啊 灰尘呢 不要 它系着你的衣服 我试一下你的头发 哇 很像玩具耶 哦 它的头 我们每次用那个第三个不是这样 ok 哇 诶 吸到诶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这边 开箱完毕 我现在要去冲凉了 就是 整个人出去了一整天 回来也黏黏了 然后 呀 谢谢dyson 哈喽大家 就现在刚刚跟我们的designer见完面 就是在online就是call完 就是跟他update一下我们新家的progress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装修新家的一些境况 就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说我就是不久之前跟我家人一起在KL买了一间家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原本住的地方他其实是租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我跟我的家人一起租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了也好几年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酒后人嘛 所以来了KL就是我从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搬来吉隆坡 到现在从我18岁到现在25岁 就是我在KL住了还蛮多年了 就是从18、18、19、20、21、22、23、20、25、8年吧 然后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以后的话我应该会长期都待在KL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跟父母一起就是买一间家在吉隆坡 等装修everything settled到了 我再带大家去参观我的真正的新家 然后这一次我跟我家人其实是买KONDO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酒后人嘛 我就也不晓得以后我会不会长期都待在吉隆坡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LANDED的家的 可是我们最后选择买KONDO是因为我们去看了很多很多很多LANDED的 property 可是就价格来讲都超出我们的预算 我爸爸妈妈其实也是蛮担心我住LANDED的家 因为他们怕就有人管走我回家 所以最后最后最后我们就决定了买KONDO 好期待啊 我们现在目前的阶段已经是跟Designer就是讨论了 然后我们的家的设计图也出了 本来其实是打算在9月搬进去的 可是是因为就是MCO疫情的关系 就一直拖一直拖 然后也不能装修 也不能去看家具 也不能就是everything就不能做就对了 然后所以我其实是很期待新家 可是又很舍不得我现在住的这个房间 虽然这个是租的就是租了蛮多年 然后我就觉得我跟现在这间房间有好多的回忆好多的感情 可是我觉得我办了新家我就不回忆捨不得了 anyway就是其实只是想要跟大家update一下我新家的progress 设计好了然后现在还没有装修 可是everything已经是在进行当中 希望就是希望差不多10月11月11月的时候 可以拍一个proper的house tour给大家看 但是因为我真的是为了这间家我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是做足了非常多的功课 而且是因为上次做了一个property的project 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以运用在我自己本身的新家 偷偷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家的其中一部分 这是我的房间 然后ok就这样子 不要给你们看太多 敬请期待 拜拜